大家好,麥林 今天去南丫島的榕樹灣附近逛逛 較早前在Facebook放了幾張照片 都挺漂亮的 原來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當然走開山的朋友會知道 所以今天我和大家進去榕樹灣的澳仔附近逛逛 首先我們去中環四號碼頭 即是南丫島的碼頭 今天我們搭下午的1.9船入榕樹灣 船費平日是22.1,假日是30.8 很容易去的,大家看看地圖 好,榕樹灣我們下船之後 就走到右手邊 去到榕樹灣大街附近逛逛 其後到碼頭左邊繞過南丫島歷史文物館 就會去到澳仔避風堂拍照 然後去附近的涼亭打壓卡 再上澳仔村,沿村路到太平村 經過公立小學接南丫島加樂境出大街 然後回到碼頭搭船回中環 香港的島嶼很有特色 出入坐船的感覺是陸上交通工具給不到 那種閒日自在 現在住在尼島的朋友一定很清楚這種感覺 南丫島好像一個丫叉 所以叫做南丫島 其實看整個南丫島其中一個最佳位置 就是西高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中文上面的西高山呢? 在西高山網上很漂亮的 大家看到尖尖地的就是西高山 有機會可以去西高山網上整個南丫島 可以整個南丫島都看到的 我們25分鐘就到榕樹灣 大家看到前面有個艇 我們稍後就會去一個艇 大家看到右手邊在建新的碼頭 所以有些等船在這裡 我們下船之後 其實都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今天天氣很好 雖然冷,大概10度左右 如果穿夠衣服的話 慢慢走都很舒服 這邊先走 這邊先走 這邊的天氣很好 走南丫島最佳的黃金路線 就是榕樹灣走去索古灣 或者是走回頭 由索古灣走回到榕樹灣 又或者在索古灣 經石排灣、莫達灣一個圈 都是南丫島最適合的路線 今天我們不需要那麼長走過去 雖然都是一個多小時 但我們都在榕樹灣下一個圈 看看大街 因為我很久都沒有進來 來到已經有些海鮮飯店 不過我就找朋友 去到外面 現在看到很多島架屋 我想看過 10月27、28、29 如果在南丫島租屋的話 大概是一千元 至五百元之間 都不便宜 好漂亮 平日的榕樹灣大家 其實都很旺 大家看到 南丫島是香港第四大的島嶼 遠至新石器時代 已經有人類的足跡 不過整個香港都很早已經有人類足跡 由於附近有發電廠 有一些外籍工程人員 加上這裏的遊行氣息 近這十年八年 吸引不少外國人在這裏居住 所以開了很多西餐廳 咖啡室 其實大家看到 很多賣都是賣外國食物 我都六七年沒有進來 今次進來 看到西餐廳 還有西式的店 都很多 現在島上的居民 大概有七千人 百分之七十個居民 都住在榕樹灣得大的 所以衣食住行 大部分都在榕樹灣找到 所以食肆 榕樹灣是多於索固灣那邊的 我來到這裏有個球場 整個足球場在這裏 整個足球場在這裏 嘩好香啊這燒雞 嘩好香啊這燒雞 哇這燒雞 小雞 多了半隻 看看好不好吃 去朋友那裏吃點東西 再走一走 風涼水難 坐一會兒再走一走 嘩真是半隻小雞 好香啊 試一試 半隻小雞 我們走了一會兒之後 去碼頭的左邊走一走 在朋友家吃完70元半隻燒雞之後 好香啊 不過質地一般 之後我們出回碼頭 左轉 然後繞過南亞島的公共圖書館 即是歷史物物館 不過沒有進去 有點遺憾 下次進去看一看 繞過之後 有條食梯 慢慢過去就可以去到澳仔的避風塘 那裏會經過一個很小的澳仔天后宮 然後再去澳仔亭那裏看一看 很漂亮 我們不妨來到這個天后廟 應該就是天后廟 正確來說 它應該是澳仔的天后宮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澳仔下面的避風塘 其實都很漂亮的 不過我們通常下船的時候 通常都是右手邊走過去之後 就去澳國灣那邊 碼頭就是對面 現在正確建的碼頭 所以有很多等船在那裏 我們就跟著左手邊走過來 其實都很優美 一個避風塘在那裏 好漂亮啊 這裡 是不是 大家都看到吧 好漂亮 大家看到這風景都不錯吧 不需要大山大海 來這裡走一下 看看避風塘仔 其實都很捨義 我們之後就過去澳仔亭夢一下 我們坐著 看看 今天很大風啊 上來這裡有個休憩的地方 這裏有個休憩的地方 我們再上去 這裡有個休憩的地方 我們再上去 哇!很漂亮!你看看 很快我們就走到這裏 這裏有個休憩的地方 很快就走到這裏 這裏有個休憩的地方 大家看到吧 風景都不錯 不過今天大風了一點 真的有點冷的 所以我們休憩了一會 然後就上去澳仔村 沿著村路 之後就會回到大街 好大風啊 先走過去 好大風景 好大風景 就不會去北角了 我們見到一些墊墜 根本上直去就對了 直至來到這裏 好,出来后,我们向上 上到后,我们向右 来到左边,应该是北角串 我们不去,我们就过来 下到附近那里 民居走走 好,来到这里,我们转上去 谢谢你和我一起来 好久没进过来 过了澳仔村之后,我们随意地在附近走走 经过那些村屋,看一看 其实很多村屋都很漂亮 去到这里,我们就直去 哇,这个跟着多漂亮 这个跟着多漂亮 看着多漂亮 春风山庄,哇,这里这么漂亮 好,来到这里了,我们转油 算了这边 哇,仍然保留在乡村的地方,不像 哇,这么大的鹿 不知道真是假鹿 那当然是假的 这里呢,我们就 向右 对了 向右 来到这里,我们转左 那边先走走 你看这家屋 多有希腊的味道 蛤,哈哈 我们是经过天主教路德圣母幼稚园 继续往下面下 我们看到这边,我们往荣树湾 我们拨个圈就算了 就是 看看周围的环境 经过篮球场之后 可以去到南亚北段公立小学 里面很漂亮的,不过我们进不去 我们上去小学看看 没参观过 南亚北段公立小学 在上面 参观打得很漂亮吗? 好漂亮啊 我们走了大约1个小时 到南亚岛加乐径 大家看到左手边就去索古湾那边 今天我们不过了 我们右手边就回到榕树湾大街 下来立即可以了 四围都是一瓶头 餐厅有瓶头 这里有鬼捞村 茶馆都有 今天我们走了榕树湾一个圈 平时都是榕树湾去索古湾 或者索古湾去榕树湾 都很少在榕树湾多个圈 都不错 不需要走那么远 只是榕树湾都很漂亮 尤其是黄昏 大家看到都不错 虽然有些等船在 仍然都很漂亮 跟几个朋友在这里去玩 吃食物 去看日落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是由榕樹灣完結 我乘下午5時15分的船出去中環 乘船出去一樣享受 黃昏的晚霞很漂亮 大家看看是不是 這麼漂亮的鹹蛋黃真是很棒 確是一度殘陽鋪水中半江塞塞半江紅 訂閱和給我一個Like 歡迎分享遇眾同樂 下次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